15分钟 过来 套上 前面 过来 走一下 他脚干嘛 脚怎么用血了 我看 看一下 这三个脚子录了 痛吗 他可能跳下来 但老师我看了我不在家 可能他跳下来 然后弄到这个脚趾了 这几天老师不在家都没有理他 是不是 每天晚上就回来煮一点给他吃的 所以说我 我跟你说老太 不是真的就是说没有时间去帮你弄了 因为我现在帮你弄顺着嘛 所有的事情是不是 所有事情剩下的你就去干就可以了 然后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但是 就是说 你要是我每天还去给你那里帮忙的话 我真是没有空 你看保时捷 脚子去了一个我明天又要带他去看 我那些辣油我要寄 我这几天帮你忙 我都没有剂拉肉 我那个蘑菇都长出来了 我都还没有摘他来吃 那那行吧 那你看一下 大概我有什么不懂 我再问你吧 因为我记得今天 今天去山上面 山上面我记得也很累了 你就是按照现在安排好的去弄就可以了 你就看你卖到年后嘛 你看你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了 真假的 你也要联系一下老板来收货 是不是 你批发卖 你一下子就卖到一大片了 我 我也想批发卖 批发卖 我也不那么辛苦 不用早上那么早起床 晚上那么晚睡 批发卖水果老板 他自己过来这里找人自己摘摘 我啥都不用你 你过过趁我回手前了 人怎么见人 脚要瘸了一个 你唐哥怎么还没来啊 等一下他 不是他回家了 他回家了 那你怎么回去 我等下走过去就行了 叫他到路口那里等我就行了 这么黑你走回去啊 那不是叫他过来吃消夜了吗 那打包的那个 等下我打包回去给他吃 你很累了 那还能吃吗 哎呦我的保时捷 洗了一条水的 那我都没回去咯 要太晚了 行 那你也要早点休息了 累了好那么多天 哎呀 其实这几天帮老板卖果的话 怎么说呢 确实我也学到了很多经验 但是也续起了很多教训 然后确实是忙不过来了 其实之前我是跟他说了 要说给 就是有跟他谈过这个提成的问题 但是最近 前面这 我帮他卖的这几天果 全部都在亏 是真的在亏 贴了差不多有 五千块钱进去 我算了一下账 差不多有五千块钱 所以说 不知道怎么说 我也不好意思要的 给我我也不好意思要 毕竟他种了那么多果 他也辛苦 然后他那个 餐厅局现在还没有人收 好像这边 普遍都还没看到什么人说 就我表哥家那边有一片被人收了 然后我住这个 那个 前面那里也有个几十亩 也没有人来收 所以说今天 可能行情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那个握杆 我帮他卖了有 我朋友订了 五万斤 然后他说这两天在栽了 然后是给了两万块钱定金的 然后线上的话就卖了 一千多大应该有个一万斤左右 应该就一万斤左右 然后但是线上的就比较麻烦 因为线上的很多就是说收货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物流问题 其实线上他的成本很高 然后他那个 我朋友披走的 他还能赚点钱 他这个线上的 太多 因为他可能是 我们都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 然后很多事情没有弄好 所以说他应该也 我帮他算过账了 就是说他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也不好意思要 就这样吧 现在已经所有东西都帮他跟顺了 他就需要自己跟进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的 该累的也就累了 然后前妻需要自己去跟得很紧的 也就现在已经顺了 就不需要了 后续再看就可以了 你看保时捷打瞌睡 不舒服了 他不舒服就是这样子 脚又缺了一个 妈明天带你去看啊 放心吧啊 没有 是 今天和鸟能带 клиما 真的吗 我就不修了 朋友来的 朋友来的 朋友来的也有 朋友来的 哪里不常见 不关这个的事的 炒不常见 那我去打起来就麻烦了 怎么去忙 不要买刀了 开 哈哈哈 没有改成 那个是你们的事 那个你那好吃才可以吧 不好吃怎么帮你卖 好吃 好吃 你带猪肉 好吃 你是不是 你在那里做 吃 吃了 好吃了 我一天就吃一个 对呀 你再去夹 好不好 可以 还不好说 可以 没问题 今天我们都好说 对呀 所以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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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电视 我就是明天带你儿子过来 哈哈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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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回来 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就是了 每天 哈哈 哈哈哈 我会再拿一张 来 来 这怎么剪果汁 果汁这样一掉 它是原谅 一几颗沙就剪了下来了 这种重大是大 这么大 它皮厚 已经烧了已经掉了 这种是在法国 你前面那些阿姨 你是不是画了一瓶 对啊 你这些挺劲 不要把这些画给你 好 先看这种 这种是太多 像这个 两个刀 不要看这些 一样一样 你切一下 切一下水分 切一下水分 我们这里摘的这些 好多这种果没有挑出来 有 皮厚不厚 皮也可以 这个不算中的吧 看起来还是很薄的 是 这种果还是硬 它上面 筛果的话 它就上面这一块有点美 这家都能吃 然后筛果是有点 这皮果花皮好多 就是有点花皮 它甜是甜 但是它有点花皮 你看一下这个汁 这个汁是筛果的 一样有点多汁 所以它这个是不好看的 它这个顶上在的这一块 有点干的 它它里面是没有的 这种过我们就不要搭点了 那行 那你记得 前面那个 大队里的阿姨 我想跟她们说一下 好的 可以 我跟她们稍过一次的 等她们偶尔跟她们 过一个就来看看 每条路到时候 有人家 会怎么要给人家 这个时候 那我就先去忙吧 这种就皮厚 这种不滑过了 它们应该是下雨到 这种忙忙 接茧 没有 你记得我看到 这么大 也不厚 也不厚 大伯 可能它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你 没有卖上 长得很重 谢谢 那么平时 囧肥 找到了 你要去那里术 找到了 去那里的边 今天的 外面 我是 对 你 他